来到金鼠年 孝鼠的朋友 今年刚好就是本命年 老师我想问一下 孝鼠的朋友 他们今年的运程好不好 那当然呢 看起来你有提到嘛 那么孝鼠的朋友呢 因为今年是你的本命年 其实就叫做 犯太岁的生肖之一 我们叫做直太岁 直太岁的意思代表 今年你当直 你是做王帝 你有东西要做 所以今年来讲的话 孝鼠的朋友呢 可能会有很多东西要烦恼 特别多事 对对对 因为如果是说 你看孝鼠的年龄层 他就是12岁 24岁 36岁 48岁 那么通常这个岁数呢 就是你要做决定的一个岁数 比方说我们讲12岁 你是从小学进入中学 或者是24岁 可能你刚刚大学毕业 对 可能你要就职啊 或者你打算 还要继续深造这类的东西 那么通常在这个岁数呢 可能你要做的决定的时候 可能你会比较混乱 可能会在一个比较 好像不稳定的情况之下 怕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 所以今年呢 孝鼠的朋友呢 我会建议就是 当你在做决定的时候 要三思和后行 对 要想清楚 对对对 那么当然孝鼠的朋友 也不用这么担心 因为今年命宫中有这个 降薪 降薪代表地位提升的机会 所以如果说你等于是孝鼠的话 然后你是打工一族的朋友的话呢 其实今年地位提升的机会 是蛮高的 对 那对你想要创业的朋友呢 创业的朋友来讲的话呢 其实孝鼠的朋友今年之属于部署啦 因为今年来讲的话 因为还是饭太岁一年嘛 所以我会建议呢 孝鼠的朋友呢 还是我们讲的 金步行步啦 广东话讲的就是 看清楚了你的方向 才去实行你要做的任务 然后当然今年孝鼠的朋友呢 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健康 因为今年呢 你本身有这个见风跟浮湿 代表容易有这个雪光之灾啊 或者是一些比方说 肠胃的问题发生 所以今年孝鼠的朋友呢 我可以建议不妨在这个 农历的五月份 或者是十一月份呢 去洗啊捐血呢 其实可以帮助化解这个问题的 化解掉 对对对对 那么要穿什么暗的颜色的衣服啊 来提升自己的运气呢 那当然可以在颜色方面着手啦 比方说你可以多穿一个金色啊 黄色啊 或者是绿色的颜色呢 可以帮助提升你个人的运气的 那是如果是本命年的话 会不会小人特别多的 那其实本命年来讲的话呢 其实小人多不多并不关系 其实每一年我们身旁 都很多小人的 只是说本命年的人来讲的话呢 可能今年呢 你可能会因为一些 不关自己本身的事情的东西 而让你烦恼 所以今天我会建议孝鼠的朋友呢 多一点出席一些喜庆活动 让你自己的运气 让你自己的磁场 对对对 提升这样子 那么可能呢 会来得比较好一点 开心一点 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